昔日嚣张跋扈的女校罢 现在快要被曾经欺负的女孩逼疯了 苦心经营12年 东恩成了他女儿的班主任 还发现了他深藏心底的秘密 严真活的战战兢兢 他时刻关注着网上的举报信息 生怕东恩将自己霸凌的事情散布放在网上 担心东恩为难又小的女 他每天询问女儿有没有被俗之欺负 善良女儿说出的话将严真赌得哑口无言 但他不能坐以代理 决定主动出击他贿赂了警察 让他帮自己调查东恩的个人信息 想找到东恩的软肋一次反击 但东恩是个标准的三好公民 没有任何错处和拔本 与此同时 富二代在俊得知严真的女儿是自己新生后 萌发了争夺抚养权的想法 他来到一律的家长会上 想要借此警告东恩不要动自己的女孩 但东恩已经不是当年软弱的女孩 面对在俊的挑衅 他毫不客气地甩了一个耳光 随后更是拿出他女儿一帅女 上面空白的颜色像是一把尖利的刀 提醒的在俊他和女儿永远摆脱不了 这致命的缺陷 另一边 廉真的何志英也开始心不在焉 自从和东恩切磋为奇后 他心中无时无刻不出现他的面孔 与此同时 他也查识了妻子廉真和在俊之间的奇怪 他抽空去见了在俊英 却发现在俊抽的烟和妻子前几日新患的烟一模一 心思缜密的何志英立马起了一心 出气之间开始出现烈 而次日他去参加女儿一律的家长 却发现在俊也出现在了会场 疑心愈发强烈的同时 东恩一班主任的身份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想到之前两人种种偶遇 何志英终于明白这一切应该不是情 他决心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